一名曾与多位网红合作过的摄影师 日前突然在网上爆料 某位女YouTuber私下的真面目 不止没礼貌 还要让她每天收图收到凌晨 根据种种爆料线索 让不少网友直接联想到 知名YouTuber流氓 对此她本人也亲自在IG发文道歉表示 稍早才知道D卡上讨论的摄影师事件 她目前已经私讯联系对方道歉 并希望能亲自为合作 沟通不良的地方 向对方表达歉意 而在拍摄后续不愉快之后 只透过工作室和对方沟通 并没有亲自联系说明 她深感抱歉 也强调没有要退协责任 最后也谢谢对方让她知道 自己工作上的问题 没多久摄影师则隔空回应 道歉有收到 不太想点开 因为有压力 也强调原不原谅都不重要 因为只是修徒而已 不过她也希望这件事 能让对方成为一个好的人 似乎也让事件稍微搞一段落 不过她也让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适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